張布林是召開記者會 部長吳宏謀親自主持 為的救世宣布台鐵局長新人事案 非常感謝我們的張正元政事 張正事他願意來承擔 張正元辭去政次接任台鐵局長 這也是第一次由政務官改接任台鐵局長 張正元的學歷是江大學交通運輸研究所做事 民國76年到80年間擔任台鐵台北戰戰長 後來更擔任台南市政府交通局長 台南市副市長 外界眼中認為他就是賴清德的人 他這個整個台鐵的工作的組織 還有裡面相關的員工 他不陌生 他也非常有感情 最主要的他能夠凝聚台鐵現在員工 比較低迷的士氣 普庸馬翻車事故後已經過了一周 台鐵局長仍是整頓 吳鴻謀更宣布30號起普庸馬 泰魯閣號都啟用雙架駛 但普庸馬當年招標驗收 有無弊案也是該釐清的重點 當初也請學者專家來做一個評估 但重點是這個部分是沒有什麼問題 曾任台鐵局機務處長的副局長何憲林 身影多日終於在記者會現身澄清 而ATP到底有無裝遠端監控系統 台鐵局終於給出了答案 確實是總工程師也建議 我們那時候也確實在北迴線的時候 有調降速率 曾任台鐵局長周永輝不願再多談 似乎也怕被掃到颱風尾 普庸馬翻車事故奪走18條人命 已經過了一周 除了局長人士整頓外 看不到交通部的其他作為 借林網越方SNG小組 台北報導 我們這邊有無裝置 我們這邊有無裝置的 不妨礙,我們下面有無裝置的 現在我們可以阻礙